今集我們來到一個流奶流蜜的地方 意大利的Tascanier 有著不少人向往的田園生活風情 在這個以一望無借的田野、住在葡萄園及牧場靈景出名的地方 你猜到一定有不少好食物 佛洛倫斯作為這個地區的核心城市 所以我們在探索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前 不如先來吃這裡的美食吧 不過不像這類藝術品這麼精緻細緻 Tascanier 地區的食物不是很精緻 但有一種很貼地的浹薩和豪邁感覺 一場來到,無論如何都要體驗一下 今集我們會說一下這個餡料有四五十公尺一份的大牛扒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好食那麼必食呢 還有,意大利人食牛雜,他們又如何處理呢? 我們來看看他們出名的牛肚包是甚麼一回事 也會來趁推試這間,不知道憑甚麼會有這麼高知名度的三文治 他們在Google那裡有三萬多的評價 最後還會試完這杯意大利皇室預飲的朱古力是甚麼口味 所以今集是一個滋味相當豐富的一集 現在先從這塊大牛扒開始說起 你有沒有想過眼前這件大道嚇到街坊的Frontine Steak 為甚麼會成為來到佛羅倫斯的必食名物呢? 因為明明意大利並不是一個很出名吃牛的地方 不過Tascanier 地區喜歡吃牛,算是一個出於幾偶然的發現了 首先傳統的Frontine Steak 而一定是用Kianlina牛 即是這樣的樣子,是青綿白正又大隻的 其實這款我以前一開始,它是用來做操縱的 是一款樣子來專門擔擔擔擔擔擔擔的牛 只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之下才發現到 肉那麼嫩,那麼好吃 所以這款自從古羅馬時代已經存在的古老牛種 就自此變成了當地人的盆中餐了 在Frontine Steak 吃這款大牛扒,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的 我沒有特地去找一些名店來吃 而是來到這間,就在我酒店下樓走一分鐘就到的扒房 選擇它很簡單 在我回酒店途中,我經過它,我看到有很多客人 而它的肉櫃是放在餐廳最外面的位置 即你未進門口已經看到了 而且它的碳腦都是放在最多眼處 是一個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我心想,反正吃這款牛的重點都是吃牛的原味 比吃廚師的手勢多 所以決定在這裡試試 要吃這款T骨巨排 親你提供了幾款牛的選擇 價錢從每kg的50歐到每kg的100歐都有 它們的單位是以KIL來計的 它們的牛的價錢,因為份量多,所以零尺貴一點 其他,例如沙拉前菜,side dish 都是平時吃飯健康的價錢 我心想,既然要吃,不如吃傳統的Kianina那款牛吧 它是90歐 1kg 而這款巨排的做法,一定要夠大夠厚才行 厚度大概是四隻手指並排 廚師在量的尺寸之下 就用一把像虎堂般的大刀 一刀刺下去,斬斷骨 這些是經過熟成處理過的牛 斬下去,你不會看到血水飆出來的 而斬出來的這件巨模吧 就是我們今晚的晚餐 1.6kg 這麼重 即是56 oz 放心,一定吃不完的 下單我才已經預料了的了 我猜起碼一半以上都要拿走 說來佛羅倫斯大牛扒 有點像聖誕火雞的意思 即是節日食物 是要大大見整袋人分來吃 這個食飯起源也挺古老的 是源於Medici家族 沒錯,又是他 基本上佛羅倫斯見到的所有東西 都幾乎關於一個 300 年偉大家族的事 他們當年會在聖羅倫斯首活節的節日 會在原場時分派烤牛肉給群眾 與民同樂 那時會是一個有錢人才吃得起牛肉的年代 而Medici家族竟然有錢到 可以把牛肉用來派街放 都算是他們富可敵國的其中一個表現 雖然這個家族已經絕了喉 但他們留下的無數的術桂寶 還有包括節日會食大牛扒的飲食文化 就一直流傳到今時今日 這種食法 全力代表了意大利飲食的精髓 就是一些好的食材 是不需要過程很繁複的烹調 也不需要多餘的醬汁去掩蓋食材的原味 就是這樣簡單單 放在炭火上烤一輪之後 再加少許鹽 是一樣可以變成人間味蜜 雖然你就明白了 Frontine Steak 的重點 是牛肉的質素一定要夠好 簡單來說 天生麗質才有本錢不化妝 如果你是選擇一些便宜的牛 又沒有熟成過 就這樣拿去烤的話 出來什麼效果 你想像到的了 廚師烤完之後 店員會幫忙 再把整個麵盤的巨扒 切到小塊一點才上碟 這塊巨扒 傳統食法是RAR 即是底面各自烤一烤就上碟了 大部份遊客未必接受到這麼生的食法 所以餐廳也會提供MEDIUM RARE的做法 即是叫做熟了一點 這塊很厚很厚 所以就算是MEDIUM RARE 也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做得到 碟完切完之後 你可以仔細看看牛肉 它是生的一個地步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肉紋肌理 切過後你可以留意一下方向 不要順著紋理 而是垂直角度切斷它們 這樣之後會容易咀嚼 因為始終都真的生了一點 吃法不是吃脂肪 不是吃油香 而是純粹吃濃郁的肉香 用最原始的方式來呈現 就是炭燒 再加點鹽 沒有了 熟成過的焦煉牛肉 是把風味鎖在裡面 入口咀嚼後才會釋放出來 再夾閘 表面烤到焦煉上帶來的 少少的甘味 還有鹽的鹹味 如果你是一個享受吃牛的人 你應該會很喜歡這種 不家修飾的烹調手法 但這樣吃法 有些說彩素就是因為 這麼大的牛是肯定會有筋的 例如我老婆 簡正有筋的食物 會覺得咬也咬不開 很不爽的 如果你避開筋位的話 它的肉是軟嫩不柴 很好吃的 還有因為Kianina這款牛 它不肥不膩 是幾乎純瘦肉 雖然不驚不覺 就會比平時吃得更多了肉 這種食法 就算是再次把意大利飲食文化當中 追尋食材原味的哲學 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頓飯就算是吃完了 再來看看單單 引頭費2.5 歐一位 番茄前菜10 歐 1.6kg 巨扒144 歐 其實單單它已經是一千多港幣 另外我點了薯仔的Side Beach 6 歐 還有一杯House Wine 5 歐 水 2.5 歐 整餐飯總數172 歐 這間餐廳真是頗有驚喜 它是一門口幕落以為很小的 走進來才發現竟然別有洞天 面積比我想像中大了幾倍 它還善用了在餐廳旁邊的幾棵大樹 掛幾盞燈在這裡 做好餐廳就變成一個很雅致的戶外空間 如果那天不是很冷的話 我們應該會坐在戶外吃 更加有感覺 在佛羅倫斯 有不少走進去 是會給你驚喜的餐廳 是值得用時間做功課去找他們出來 例如這間 在外面看落就是一間幾骨子的餐廳 又是走進去才發現 原來這麼有感覺 不過這間餐廳我沒有詳細拍攝 都是簡單吃一些家常便飯 跟老婆觸過晚餐 撐一下桌腳 那些食物是蠻好吃的 下面資訊欄會有今集說過所有餐廳的名字 以及地址 你有興趣的可以Google一下他們 這裡都可以吃過一款Frontin Steak 其實很多餐廳都可以供應 是多了一個地步 令你有一種錯覺就是 原來這個地區的人很幸福 從古到今都有些美牛吃的感覺 其實想想都明白 一定不是的 因為牛肉在以前 是貴族 是有錢人才吃得起的東西 任何文明都是這樣的 那給窮人想吃牛的話 可以怎麼辦呢 所以就有了牛肚包 這種平民美食的誕生了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一說起牛肚包 都會提到要來眼前中央市場吃的 其實牛肚包有不少地方都有 我也知道這裡有一間老字號 但老字號和做得好不好吃 是完全兩個獨立概念來的 不過中央市場都是一個很值得來的地方 不僅因為這裡是一個很有名氣 很響的一個美食集中地 更加是因為這裡沒有下場時間 在意大利旅行經常面對一個麻煩 就是餐廳全部都要下場時間 很多時候走完景點 如果錯過吃飯時間的話 就只剩下一些相當雞辣的小食店 或者Cafe可以選擇 而食物多數都是一般的 連鎖快餐文化 在意大利並不盛行 你在香港看到成行城市的 老麥、KFC、Subway、Starbusson 在意大利很罕見 而且你也不會想在意大利吃老麥吧 所以這個全天候營業的美食廣場 簡直是遊客的一大福音 這裡的選擇是多到令人眼花撩亂 而且你見到價錢 沒有因為這麼多遊客過來 就會開天殺價 所以就算我們現在 是下午3點左右過來 即不是一般食飯時間 但這麼大的美食廣場 是旺到一位難求 因為Florance的景點 其實是蠻集中的 我會稱之為一個20分鐘的生活圈 是說步行20分鐘時間 已經去到絕大多數景點 所以就算你在其他地方肚餓 你走回來這裡吃東西 也不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會這樣做的 好啦 繼續說回一開始介紹 這裡的目的就是說說牛肚包是甚麼回事 但是任何地方飲食文化 只要夠遠遠流長 就肯定會見到內臟相關的料理 道理很簡單 就是因為肉在以前 是很珍貴的食材 而一般階層沒有錢經常吃肉 雖然唯有向下蘭食材買手 例如內臟這些 France 就把牛肚做成一道地方名菜的地位 牛肚其實是一個泛青來的 因為牛肚有四個位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四個位都會吃的 所以全部改了一個很獨特的名字 而佛羅倫斯的牛肚包 其實分了兩款 一款叫Tripper 少點人選這一款 其實是吃牛的前三個位 還有一款叫Lambledotto 就是一般人所指的 來吃牛肚包的那款包 就是指用牛的第四個位來做 就是我們叫的牛沙瓜 吃過牛汁都明白牛沙瓜有的經貴 因為它的口感與別不同 但做起來一樣都是麻煩 你要洗乾淨 你要撕走肥膏 你要用滷水 再用滷水 炆起碼幾個小時才入味 這裏做法都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它煲滷水裡面 應該沒有加什麼八角 陳皮 豆扣 但原理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下完蛋 撈回沙瓜 切條再加兩瓶醬 快包沾完汁之後再蓋住 這樣就搞定了 很快的 嚴格來說 牛的前三個位 只有一些結構比較特殊 而且各自有不同功能的變異版本的食道 只有最後的位才是真正意義的位 更平滑 更薄 更嫩口 都不知炆得多久才能炆到一個不用咀嚼的口感 吃它 主要是用一個酸甜開胃的番茄香味作為主調 再加一點辣醬和Basol的香味 令吃起來更野味 其實這個算是比較貴的 六個半勾 我知道逛街看到有些是賣四個半勾或是五個半勾 因為這個做得明白了 是一個快餐來的 定位是便宜的窮人一物 賣六個半勾是有點貴的了 除了牛肚包之外 我們試試一款特別的湯 叫做La Ripollita 其實我認為意識燉菜可能比較好 因為它的特點是煲到收乾了水 看不到有湯汁 這一坨好像湯渣那款的東西 就是那碗湯 但我要決就是 所有食材要提前一天準備好了 然後就像菜名所說的 是要再燉多一次 這我覺得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你喝湯但你不見到碗湯 味道是相當濃郁 值得一試的 這個美食處處的中央市場 其實是位於Sin Lorenzo市場的二樓 地下那層是同樣這麼精彩 其實這整棟建築物已經有百多年歷史 它在1874年已經落成 反而剛剛樓上的美食廣場 它是2014年才進駐進來 其實這個設計不是挺好的 它樓上樓下的一站式 都是跟食有關的 所以不論你是喜歡煮 還是喜歡食 這裡都是一個令人樂而忘返的地方 在這裡逛街是真的很歡樂的 就算吃飽了 你看看別人擺得這麼漂亮的陳列品 都很賞心月步 而且商家很熱情 他們會很慷慨地試不同的食物 就算最後不光顧也好 完全不會黑面的 所以在這裡逛街買手信 是一件很棒的事 不過可惜的是我們現在 只是來到整個意大利之旅的一半左右行程 就免費拿著東西穿舟過省 要不然真的為在這裡大手掃貨就算了 說說你們會不會儲回消費的單位 尤其在旅行線 我會的 我去一次意大利 只吃飯和買紀念品已經儲存了這麼大疊 其實這個習慣方便我自己 可以記清楚數字是怎麼來的 因為現在的水用卡 將將都有不同的優惠 有時拿這張海外消費有好處 有時拿那張又可以儲存多一點Miles 如果不想每個月都失預算的話 很多時候就要逐個App開來看看 滾了多少計算數 這樣其實是挺免費失事的 如果有用Granted的理財App 就可以解決以上問題 Granted 是一個新進的Fintech平台 它可以幫你集中管理所有卡數 你每張卡落多少錢 每次花費用到哪 哪類型的消費最多等等 都可以一次過幫你整理好 適合我這些多卡 但又想省時間的人 除了將簽帳洗費整理到我一目了然之外 還可以一次過看完每張使用卡 這期最新的優惠 下次想去給他吃東西買東西時 就不用再上交流區找我那張卡最底 可以直接開Granted 出來看 那就搞定了 做到簡單、方便、好用這些 就最基本了 而保護到使用者的私隱才是最重要的事 Granted 採用的安全加密技術 達到政府級別 即是軍事機構、美國和香港銀行 都在用同一套加密技術 有了他 在Granted 的 App 中任何 data 例如登入資料、信用卡、號碼等等 都經過了加密處理 不怕被其他人從中攔截到任何資料 Granted 的理財 App 便是 可以採用有上角的QR Code 了解更多 回到今集的內容 我在找France 有美食不可錯過時 發覺有一檔三文字 是經常被提到值得試的 你也發覺它是排長龍排得這麼誇張 須補著一個 Why Not 的心態 試試排長龍 這間Arandico Vinayo 就是你看到這條街左右兩邊各自有一條隊排的三文字名店 它已經在本店的旁邊和對面都有一個舖位 即是一共有三間舖位 都疏到不及那麼洶湧澎湃的人流 那它有什麼輝煌成就 來吸引人願意排大半的中男隊來吃一件三文字呢? 它曾經在 TripAdvisor 全球 review 最多的餐廳 到現在已經超過三萬片了 而在Google 上面 它另外又有三萬一千多的 review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人來吃呢? 捧的應該是它們的料理 它們主打以Tuscany 各式各樣出名的 腸、葉肉還有其他傳統食材作為主角 在這個從古到今 都是意大利龍牧重鎮的區域 所生產出來的食材 絕對可以用世界級來形容 它的店舖就是這樣 是好奇馬不讓的 不過經過文洛 都真是蠻香 跟它用的Tuscany 才會見到的 便身麵包 叫Sketchata 落單的時候 它就切回一個相應的尺寸 再夾餡料在裡面 流程的東西 跟在室圍吃東西差不多 它有幾十款不同的火腿、芝士、醬 任溫選擇 自由配搭 如果沒有概念怎樣選擇的話 它也做了十多款的熱賣組合出來 給遊客開遊的參考 不過這裏的價錢其實不算便宜 它一個三文治是配合在7 歐和11 歐之間 例如我選的這一款Fishishima 約11 歐 就是這樣 計算接近一元港幣一份的三文治 它的食材不算複雜 主要味道來源是 Palmaham 的油潤鹹香 還有無花果樽紫醬的甜 還有Talachio 芝士的一些很獨特的香味 無可否認料是蠻好吃的 而且各自的味道都很突出 但這樣放在一起 就似乎沒有預期中的效果那麼好 感覺上有點像 你找幾個球王在同一隊球中踢球 都未必會拿到好的成績 而我最不明白的是 為何要用這一款又硬又乾又不熱 兼且沒什麼香味的包來夾著這麼漂亮的餡料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我不太會欣賞 但這三文治很大件 達到我的臉 而料的確是D.O.P 原產地認證的美料 但它的價錢沒有特別便宜 雖然頂多可以算是一分錢一分貨 而這個又乾又硬又沒味的包 是最大扣分位 你看看我嘴唇 是黏滿了乾到變成粉狀的麵包水 雖然我不是說難吃 而是我想不明白 這個質素憑什麼有這麼大的名氣 同樣想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出名的 還有這間 是以曾經的黃石珠的供應商 作為賣點的這間咖啡 它是一間創立於1872年的百年老店 一間名堂那麼響的餐廳 竟然不用排隊 還有很多桌子可以任選坐邊 是有點出奇的 因為這裡的地點真是一流 它就在領主廣場那裏 你這樣坐在這裏就已經可以欣賞到救公和傭兵兩郎 雖然想像到價錢肯定不會便宜 但去到有多貴呢 我先看一張單 一杯Cappuccino 6.5 一杯Igulic 9.5 而一份焦糖燉蛋要9歐 這樣一共就已經吃了25歐 先來看看這一杯 用一條升聖格從1872年就沿用至今的配方 沖調出來的朱古力 有多好喝 我覺得的確是頗不錯的 我喜歡很濃郁的香味 但又未至於像巴黎和家有名的 Anglina 所出品的熱朱古力 這麼甜的飽肚 那杯你喝到後期 是會覺得有明顯的那些甘苦味 那這一杯就沒有這樣的 它是容易入口一點 它是滑一點 質感都沒有那麼黏臭 算是一杯 幾適合我和老婆口味的朱古力 不過我依然不建議大家過來 因為其他出品 例如一杯Cappuccino 或者焦糖燉蛋 都是相當普通的質素 但我拿的價錢很準確 而且最大問題是 服務態度相當惡劣 不是差不簡單 是惡劣 他們做事很粗魯 而且會逃避客人眼神 是掛著聊天 無視別人的需要 還會碎到在別人埋單後 指著他們背影在小聲大聲笑 即又是一班在名店上班 就不以為自己都是名牌的適應 還需要這樣一間方便走腳 名氣又夠響 還有御用朱古力的光環在新的餐廳 竟然吸引不到人來排隊 看來的確是有原因的 好了 今集食在佛羅倫斯 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讓大家簡單感受一下 物產豐富的Tuscany 地區 飲食文化 那種化繁為簡 食回原味的哲學 是怎樣的一回事 下集就開始探索一下 這個敏藝復興的起源地 這個魅力四射的百花之都 是一個多令人一見傾心的迷人地方 不想錯過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隔壁的小鈴鐺 長線收看 好了 這條影片來到這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條影片 就開始了 你不必介意 先進去 我們下條影片 去哪裡 我們下條影片 就開始了 You're making me wanna try forever And I feel so free Oh my sweet baby I was never the one to give up the ghost Now I was so stuck I kept on playing my part Wanted to give up cause nothing was changing But with you it's so clear And now that you're here I see colors in every spectrum Guess I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Cause you Glue all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Yeah you You take all my wrongs And make them better Yeah you You're making me wanna try forever And I feel so free Oh my sweet baby Here I am is missing you And I может You know You know It's like the weather I emerge Cho бер I beautiful It's like you And I know